2024总统蓝白河让外界物理看花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表态说 要是没有方案的话就不用再见面了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他也设下了今日期限 表示火车过站就不等人了 看似走近死胡同 但是今天传出 国民党向柯振营提出了新的方案 也就是日本模式跟德国模式 其中日本模式是要请所有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立委提名人来投票 选出他们认为可以代表在野总统参选人 这样的方式其实有一点像是缩小版的开放式初选 但实际上来看看 这一次国民党提了69位的参选人 而民众党这一边提了11位 所以其实不用投票就已经可以预知结果了 好 至于我们来看到 德国模式是怎么样的方式呢 则是把政党的支持度也纳入来计算 这样的方式更加复杂 而且也排除了绝大多数没有党派的中间选民 但是这两种方案看在柯文哲的眼中 他认为了一个像是在比人多一般 另外一种方式像是在比党大 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呈现大多数的民意 好 柯文哲也说 虽然他还是相信科学 所以主张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做决定 但是他是也愿意让步的 他说呢 只要是民调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 赢的范围差距并没有达到统计上有意义的差距 就算是他赢了 他还是愿意当副手 好 看到这里 两阵营的未来 到底是会继续谈合作 还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呢 好 没看到国民党这一边强调了 还是很期待 侯友宜说他很期待两党可以合作 拿出最好的方式 最大的善意来做面对 他就希望说这个蓝白合作呢 真的是可以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说 否决了全民调的人其实并不是他 主要还是因为全民调在第一阶段就已经结束了 希望不要走回原点 他也呼吁柯文哲莫忘初衷 说自我小一点 大我大一点 还说其实火车根本还没有到站 强调今天并不是蓝白合的截止日期 好 另外来看到民众党这一边怎么说呢 民众党柯文哲他提出了让步 他也说不论胜负他都是会礼让的 也愿意接受当副手的职位 全力来为政党轮替努力 强调说他的参选不只是要达成政党轮替 他还要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好 继续来看到这是战斗兰发起人赵绍康 他今天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认为蓝白拖的解方就建议说 要举办三场国政辩论 然后要来做一万份的大型民调 并且向柯文哲要求有一点类似围棋让子的方式 也就是民调要让5% 5%以内的话都算是侯友以赢 而且阻隔权也必须要在国民党的手中 好 我从上一张图卡也可以进一步来看到 目前的最新民调到底是谁比较占有优势呢 这一份是七家总统大选的十月份最新民调 长期观察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小丽袁欣信 他就把七家数字统整来做出他的分析 他说十月份的时候 因为在野阵营他们在谈蓝白河的关系 所以受到了很多民众的关注 相对的关注度比较低的赖清德这一边 他们的关注度因为比较低 所以就有一些民调下滑的现象 这个在十月份来说 算是蛮正常的 但是进入十一月份之后 各政党都会陆续公布 政府总统人选还有不分区立委名单 那么大家的关注度还有声量都会趋于一致 那么赖清德的支持度 在十一月份就可能会逐渐回流 但是他也提到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他说如果三个人的支持度 维持在十月份的水准 那么棄保在未来 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也就是假设赖清德的民调 跌到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下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棄保 那么这也是接下来十二月份 应该要关注的议题 好另外大家同样也在关注的 还有就是赖清德的副手搭档 呼声很高的萧美琴 渴望在APEC峰会之后顺势返回台湾 赶上十一月二十号到二十四号的总统大选 登记时程 传出到时候呢 他就会用赖清德副手的身份 来帮立委参选人站台助阵了 对于此赖清德晋总发言人 今天接受访问时并没有否认 但是也强调说 他会优先公开民进党 不分区立委名单 在登记前一定会向外界报告 副手的人选 要是是真的 有民进党跨党派立委就说了 这对赖清德来说是超级加分的 认为萧美琴 是所有副手人选当中最亮眼的一个 而至于国民党这一边的副手是谁呢 好 又瑜在今天就被追问到了 副手人选希望是女性 还是六十四岁有意识背景的男性呢 他说目前为止都还在政党协商的过程 一切也都会往前走 但是也有副手出事了 好 我们来看到这是立拼联署 要参选副总统的共和党主席周克奇 他被指控在联署期间 涉嫌用现金来贿赂民众买联署书 今天凌晨遭到声压觐见 那么总体来看 随着投票的日期越来越接近 中间选民现在也开始认真要思考 所谓的在野整合是怎么样的模式 对台湾的政治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至于赖清德阵营这一边 则是要面临要如何说服人民 让民进党继续执政